欢迎来到 Footie Goody 梦想实验室 我是主持人叶俊甫 梦想实验室从饮食文化出发 邀请对饮食有梦想的人来这里 跟我们分享 他跟饮食相遇的精彩故事 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 风食智库 同时也是台湾师大的林如萍 林教授来跟我们分享 他跟饮食相遇的故事 如萍老师好 俊福还有我们所有的朋友大家好 那想跟如萍老师请教的是 饮食教育是一个需要教的东西吗 这个问题很好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 在日常生活中 哪些东西我们是 因为有人教我们 所以我们学会的 那么当我们慢慢长大 你开始发现一岁到两岁的孩子 他开始可以跟人沟通的时候 他的语会多了 我们说有个叫不要不要骑 就这时候你跟他说 要不要吃苹果啊 不要 要不要吃香蕉啊 不要 有个妈妈告诉我 他就说不要吃香蕉好吗 孩子说不要 所以与其讲饮食要教导 不如说饮食是生活中最有趣的一体 我们怎么样让孩子从小就感受 也体会到吃饭或吃东西的乐趣 从以前的观念看起来 好像他的面向比较局限在健康啊 营养这件事情上面 但是其实饮食教育可能不仅仅只是这样的面向 对吧 我们好像很容易把饮食教育就等于 营养跟健康的教导 记得你的便当里面吃什么吗 是 俊甫你吃了什么 我吃了烤肉 很好 高丽菜 很好 米饭 你看 俊甫真的是有认真吃饭 对不对 那我就要问啦 烤肉的那个蛋白质的份量 你觉得那一份今天够吗 我觉得超过了 它是有意思的 很多人都会说 分量 分量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学校里面 常常会觉得 我们把知识教给孩子就可以了 进餐的文化 愉快的感受 甚至美学 各位餐桌的食物选择 也是我们做世界公民的一个责任跟权利 老师可能也去过日本多次考察嘛 那要不要谈一下日本的饮食教育的推广的面向 有什么部分是值得台湾学习的 或者有什么优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我们讲到日式饮食 你会想到什么画面呢 有一个人就很直接跟我讲 哇 盘子好多 就是他们很习惯一小碟一小碟 日本人的饮食里面他确实 他们现在一直在强调 合食文化 应用食物来感受情境或环境 所以他非常强调那个 饮食跟文化之间的一个关联 鼓励在地的食材进入学校 鼓励透过学校午餐 让孩子体会跟接受 合食文化的优点 跟他的一个文化精神 以前我们可能在餐桌上 大家会教 爸爸妈可能会讲说 有一些什么习俗或什么的 可是现在可能在用餐的情境上 也做改变了 家长可能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情况 对 学校老师在什么认身教 学校午餐再怎么样能够投入饮食教育 他都是一餐 可是在家中是每一餐 所以当有人问我 你有沒有好好教过孩子饮食教育 我想 应该是我跟他一起好好学习 饮食的相关 在韩国有一本书 其实后来也很多人 也是一个电视节目 它叫餐桌上的奇迹 他是在想 如果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行事地上订出 今天要开会 明天要出餐 为什么不能订要一起吃晚餐呢 坐在餐桌的这个重要的仪式 把吃饭当成生活中很关键的议题 把对话当成最重要的分享 他们发觉真的会发生奇迹 菲菲老师 你小时候的餐桌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的母亲其实在餐桌上的规则很严格 上了餐桌之后 没有吃完不能下去 下去没有机会再上 每一次演讲都会有人问我 老师如果小孩不吃饭怎么办 菲菲 如果小孩不吃饭怎么办 就说 去罚站 让他肚子饿嘛 对不对 饿了就会吃 可是你会发觉 每个家长都还是会问 因为我们舍不得 我想第一个部分 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孩子 有饮食相关的学习 要跟着孩子的认知能力 那因为今天来到梦想实验室嘛 我们想请如飘老师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你的生长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味道 我的先生其实是我大学的时候认识的一个香港乔生 我告诉你 香港人呢 我做月子的时候一定要吃一道料理 那我的婆婆生了九个孩子 我真心佩服 当然一定要好好努力的长 因为她生过九个孩子 就她端上桌的时候是一碗猪脚 但是那碗猪脚油亮油亮 几乎是酱色非常浓 几乎近黑色 而且旁边有一个蛋 那我想说 这颜色太深了 我先从比较安全的吃起 所以我就吃了那颗蛋 不瞒各位讲 我咬下去以后 真的是脑中就触电 是铁蛋吗 不 它是酸的 姜醋煮饺 她说他们小时候如果吃到姜醋煮饺 简直不得了的幸福 所以我想每一个家的厨房都有她的故事 每一个饮食都有她的祝福跟心意 所以那一碗姜醋猪脚 其实到现在我都记得很清楚 对于饮食教育这件事情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梦想想要实现 在最近我们出了一本食农教育的手册 那我有机会送给参与这个计划的人 我觉得饮食教育是让孩子保有一个 纯真的味觉 真实的味觉 食农教育是让孩子在心中种一亩甜 在餐桌上看到各种各种可能的风景 今天非常谢谢如瓶老师来到梦想实验室 然后也请各位听众朋友 或者有个时间就约你的家园 好好的坐在餐桌上 好好的吃一顿饭吧 也许在吃饭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找到可以比以前不一样的记忆 那再次谢谢如瓶老师来到梦想实验室 那梦想实验室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